所以我們今天你們立法院開議 我們第一個陳情書 就是希望以三個會期為建 你們不要再這樣搞了 來給你們提醒你們 不要再這樣 本來我們基地要請蘇院長 那開會吧 我們想到一個 號稱為民主進步黨 搞了半天人民的聲音都不聽的話 那變成民主進步黨 好不好 現在你交給蘇院長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這樣子做 我們今天就是趕著這個會期開議之前 因為民進黨政府不斷利用媒體在放話 這兩天不斷的放話 3月1號行政院就要通過軍人連改版本的草案 接著準備送立法院審議 院長包含你們幾位 立法院的三長 你們都公開宣示過 國會是保持中立的 不為政黨服務 但其實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 沒有關係 你代表民意專 你要聽民意的聲音 能做到什麼程度 展現的是一個誠意 所以我們今天一早 為什麼敢一早來 就希望在院長主持開議之前 把陳情書送到院長桌上 讓院長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訴求 那你們在開議 準備優先審我們的法案的時候 考慮一下民意的威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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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